PS5免费游戏推荐 这些都是港幅的数字版游戏 除了宇宙机器人之外 还有很多免费游戏 首先第一款 eFootable 这是科纳米的实况足球PES的正统续作 不用花钱就能玩 支持本地四位玩家同屏游戏 因为我是个球忙 不好做评价 喜欢足球的同学可以试试 第二 原神和风铁 现在有很多手机跑分 都拿这两款游戏做测试 有PS5的同学 可以和手机对比一下 看看有什么区别 一个原神就可以把200多瓦功率的 PS5性能吃满 让PS5后面热得很 我估计可能会有人问 谁会拿PS5玩这俩游戏 你们看一下评论就知道了 原神有34万条评论 评分4.41 崩铁有2万多条评论 平均分是4.6 好 下一款 迪士尼无限飞车 这是一款赛车游戏 是有点像马里奥赛车的那种赛车游戏 支持本地四人同屏游玩 里面有飘移过弯 有氮气加速 人物和场景都是迪士尼的 画面也不错 另外 免费游戏库里边还有跑跑卡丁车 这也是正统续作啊 想必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吧 好 下一款 死祸生无 这是个格斗游戏 虽然是2015年初的PS4游戏 但是这是特恐魔的游戏 游戏的打击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游戏最早发布于PS3的那个时代 虽然界面有点老气 但是里面的角色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审美 如今来看仍然是很耐看的 和地平线美墨2对马岛这些角色相比 我更喜欢这些老日常的角色的审美 好 下一款 射击类游戏 PUBG绝地求生 这个游戏各位都知道吧 之前是付费的 现在都免费了 不知道现在它凉没凉啊 另外免费的射击游戏 还有命运2 APEX 使命召唤战争地带 守望先锋2 还有新出的布基联盟 像这类射击游戏 我玩的并不多 喜欢射击的同学都可以试试 反正都是免费的 好 下一款 卡普空的阶级经典游戏合集 有快打旋风 街头霸王2 圆桌武士 1942 名将 吞噬天地2 等等 而且这些都是正版游戏 卡普空的阶级模拟器 一共有两个都是免费的 而且各送一个游戏 其他游戏如果想玩就得买了 像这些免费的游戏 我们在玩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有些游戏 是必须得联网的 比如唐斗人 勇结乌坚 元神 崩帖 还有跑跑卡丁车 布基联盟 守望先锋2 还有命运2 Apex 使命召唤 甚至连SKY光域 也需要全程联网 这些联网游戏 有的游戏 我们可能不能正常游玩 比如使命召唤和勇结乌坚 但是像这种 宇宙机器人 卡普空接机模拟器 还有死祸生 这种的单机游戏 是不需要联网的 好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 整理的PS5基本免费的游戏 如果各位喜欢看 我还会继续更新游戏推荐